作落于观音山路的大爵寺 早在清朝康熙年间就落成 由当时的凤山之县杨芳生所建 龙牌上所刻 皇帝万岁万万岁 就是珍贵的历史遗迹 现今寺内 还有日治时期天皇赠寺的 缅甸白玉释迦牟尼佛像一尊 可说是大爵寺 最尊贵的宝藏 来到观音山风景区 大爵寺就在入口处右侧 每到假日 寺庙外还有许多摊贩群集 可说是相当热闹 如果来到大爵寺参拜 或找寻历史遗迹 也不忘在入口处逛逛 说不定您也能挖到宝哦